台湾不知 背着背包跟我一起踏平 一个一个上车 散动一点一点幸福的感动 我是小婷 我在台中市的丰园区 这里有独一无二的贵族工艺品 看起来华丽精致 但是你一定猜不到 它竟然可以千年不坏 这个七能够耐多久 他说我的老师赖座民说 可以耐一千年以上 只要一千年坏了 你们可以拿到他家去修理 还有这个 在台湾才吃得到的传统糕饼 八原地竟然也在这里 包到岛水啊 一个碰碰 平碰 六岛碰 文明全台的夜市 听说里面有个经典的黑色传奇 第一代说是白色 第二代说才是一代 所以白色是真的 今天就跟着我的脚步 一起来寻找名物在枫园的故事 如果想要了解枫园最有在地文化的名物 从七七开始说起就没有错了 因为早期日本人有刻意在枫园这个地方 推广七七的产业 所以一直到现在还有很多艺术家跟老师 都有做七艺创作 所以现在我就带大家来一趟七艺馆 找黄馆掌 了解一下七艺背后有什么故事 台中市的枫园区是一个中型的都市 也是台中山线的行政经济发展中心 这里最早被称为泰耶尔敦 也就是松柏林的意思 又称枫围之园 也就是枫园地名的由来 也因为地形的关系 还有一个旧名叫做葫芦敦 而我们今天的主角七七跟木头 也有很大的关系 在以前的时代 木器上七了七就变得十分珍贵 七七不便宜 水也很珍贵 那以前在枫园地区 都把它用在架桩 或者是用在人家进去家的时候 那那个架桩的话 就是说通常一个女生架出去之后 她如果架桩里面有这个漆器 人家就会说 这个女生的后头很害怕 那我们知道七一 它的原始的材料就是木材 它就是为了要保护木材 所以因为有木材的这个产业 再加上枫园是木工机 台湾最发达的制造地方 那所以有木工机有木材 那很自然的 全省生产的漆 都会集中到枫园来 有了木材也有了漆 就只差漆工师了 所以后来1916年 有一位日本人三公中先生 在台中设立的漆艺工艺学校 训练出了许多漆工人才 就这样造就了当时年产值 八九亿的漆艺产业 今天我们要去拜访的漆艺老师赖作明 他的父亲赖高山 就是当时第一批受训的学生 而赖作明老师也追随父亲的脚步 一生从事漆艺创作 因为他说这个漆艺虽然功法繁复 但是实在有太多迷人的地方了 你们现在看的这个步骤 其实我里面已经做了十几道工序了 那我们现在就是涂了红漆 要涂了黑漆 然后其实涂红漆以前 我们有做了一个打脸的工夫 让它高低不平 然后过来我们将来 那个磨的时候 才会有很多颜色产生这样子 漆是从天然的漆树上采下来的 大概在七千多年前就有历史记载 从中文字上面就可以看得出来 漆的左边三点水 上面一个木代表的是七数 中间一个八 代表的是用刀刃画出一个八字 织意就会像水一样流下来 漆的织意反复涂在胎体上面 就会形成保护膜 不仅可以让器皿兼顾耐用 加入颜色之后彩绘在器皿上 色泽华丽千年不坏 这些都是它的天然特性 现在的化学涂料 可是一点也比不上的 这个漆是全世界最黏的 就是你听过有一句成语 叫炉焦四漆吗 有 那个就是八百块 我们现在画的这个是铝板漆画 是金属板 这个在上面我们可以做一些不同的一个色质的一个描绘 你有看到这个白色这个部分吗 有 那是银粉 银粉 银粉 所以它也是在层层叠叠叠叠上去的 对 我们现在把它这个造过去之后 过来还要再研磨 研磨它的这个表面上面就会有一些比较特殊的一个变化 漆漆的创作技法五花八门 从一开始基本的有像是雕刻 绘画 镶嵌 贴附 研磨等等 不过这些技巧已经很难满足创作者的需求 赖老师除了希望延续传统文化之外 也对自己有更深的期许 因为这个其实全世界变化对待这个计划跟画幻 它的粘性很强 而且它从一体变固体 然后这里面可以掺着很多的材料 很多的工需 然后做出不同的一个表现措施 奇异迷人的地方就在于它有无限的变化性 虽然看起来就是图图摸摸 这里贴那里撒 但是老师说每样技法可都是需要深厚的基本功 在很早以前这个动作叫做下雪 雪下 然后把这个我们刚刚涂过的这个漆呢 给它照上银色的一个效果 你有没有认为你很聪明 你能力很强 你要把你来敲看看 可以吗 可以可以 你要把粉敲下来 不用 没有声音啊 这样子敲也很快 老师 其实你应该一开始就告诉我这个方法 这样我又没有填这么久 老师 我还真被你给唬住了呢 不过老师刚才这样小露了一下身手 不禁让我觉得 老师展示尖里的每一幅作品 每个细节都是这样精雕细琢而来的 漆艺不再是艺术品 而是一种理念与精神的传达 我们在做永恒的工作 那个漆能够放一千年以上 我的学生曾经在脸书上面写说 他的学生问他 这个漆能够耐多久 他说我的老师赖作名说 可以耐一千年以上 只要一千年坏了 你们可以拿到他家去修理 老师说他的父亲赖高山有句名言 无知生命随机而来 必也随之而去 他也一样 已经七十多岁的赖作名老师 只要谈到七亿 他就身材异义 不过别以为只有赖老师 对七亿这么有热情 他还有一个比他还要大的学生 简建文 也因为七结了缘 不过这位简老师擅长的不是画画 是中七树 是这样 沿着树旁边然后往下 对 把它割一刀 这边再割一刀 刮下来 早期是用这个半壳 然后把它插在这个地方 那么现在呢 现在这个是现代的是 这个是用铁片 铁片 好的话呢 它大概半月隔了 大概清明这个会满满的 现在这边你注意看 大概有点白白那个就是了 有东西冒出来 有 从七树上面直接取下来的 白色枝翼就是生七 一般青龙都是趁半夜里 七树吸饱水分之后才采收 是很辛苦的工作 公务员提早退休的简庆文 不但没有好好地享受退休生活 还投入了现在都没有人要做的工作 提早退休我就说 大八老师那边多好吧 反正我们那里无聊 跟你携七吧 然后我一直在想到说 台湾都没有去就要进口 我想说不对啊 以前大概年过四五十年 到六十几年七十年来说 国性蒲林椅子三个地方 台湾产气的地方 应该可以种吧 就一句应该可以种吧 让简老师开始了富裕的行动 但是七树生长缓慢 从种植到可以采收要四五年以上的时间 但是它并不因此而退缩 反而更深入地研究七树的各种特性 这可以吃 可以吃 可以吃 对 老师你不是说有毒吗 你确定可以吃 哪样东西没有 老师没有再怕就对了 对 可以看到它是有点 到我手上都有点变咖啡色的 不是你等一下大概 大概二十分钟后你就知道了 哥 老师讲得好恐怖 原来老师不是说着玩的 因为生气的成分复杂 一般人直接碰触到很容易引起过敏或是漆窗 汁液在手上也会变成咖啡色 好几天都洗不掉 其实在鱼石镇的粉草岗木里面 它整棵的恐龙可以用 是宝 所以它是个庙台 跟净叶种子恐龙可以用 然后这种子成熟后 你炒一炒 像咖啡一样炒一炒 来圆磨 泡出来的味道是错的 七树除了采下来的七 可以做艺术品之外 这几年也开始有人研究它的附加价值 简老师左思右想 总觉得这应该是一个 可以发展的产业才对 不过这个做起来是很难做 做事起头来 那我跟我那些乡亲说 好吧 我再奋斗十年吧 说你变了十多年了 我说怕什么 我现在七十几岁了 再奋斗十年 你能够做一个事业 做一个产业 大家都有好复吗 枫园的七艺产业 从日治时代开始蓬勃发展 一直到七十八年 政府禁法原始林 再加上社会变迁 工商业发达 七七的黄金年代逐渐没落 在地人也渐渐忘记那段繁华的岁月 不过还好 七艺博物馆的推广 让枫园人唤起了对家乡的记忆 各种DIY的活动 你也可以亲自来体验一下 这个算是半成品 老师一开始已经前面上了底漆之后 他已经有上一些贝壳在里面 老师那除了黏贝壳之外 我们还可以黏哪些有些 可以黏蛋壳 可以一块一块的黏蛋壳 也可以把蛋壳打碎之后 撒蛋壳粉 对 这一双就是用撒贝壳 撒蛋壳它直接撒上去之后 然后一样做固齐的动作 然后做研磨 然后出来就是很漂亮的一双筷子 对 在七艺馆还有很多位 像张晓莹一样的志工老师 因为珍惜家乡 有这样美丽又珍贵的文化资产 无条件的加入推广工作 让七艺文化能够一代一代的延续下去 这一站我要带走的名物就是这个 红色的葫芦 因为风云的旧地名就叫做葫芦敦 所以这个最能够代表这边 然后葫芦又有葫芦的意思 所以买这个吊饰 感觉就把葫芦通通都戴在身上了 很有意义吧 这绿豆泡你一定有看过 也一定有吃过 不过你们知道它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吗 精彩内容马上回来